疫情的部分了 因为现在呢 威胁到大家的就是魔王变种的 Omicron病毒 根据今天呢 我看啊 这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呢 是讲说啊 已经有超过24个国家 都沦陷了 都出现了 这个Omicron的变种病毒 尤其是昨天呢 来看到哦 美国他们其实自己 也坦言说 一定会遇上的 结果果然呢 昨天又出现了首例 昨天的这个首例呢 它是有南非旅游史的 而且呢 这个第一例 它是有打完两剂的疫苗了 但是仍旧是染疫了 不过根据这个 美国CDC的说法哦 它的症状是轻症 目前呢 也有逐步的好转当中 那么今天又出现了第二例 但这第二例呢 它并没有出国的旅游史 所以呢 算是美国本土的首例 它呢 没有出国 但是它曾经在这个确诊之前 到过纽约 它原本是明尼苏达州的 这个居民哦 它去纽约 呃 参加这个动漫展 所以呢 它的足迹曾经有到纽约 现在也让当局相当的担心哦 那么今天呢 这个总统拜登也出面来宣布最新的一个防疫措施 包括 它表示哦 这个口罩令呢 要延到了明年 还有呢 最新一个消息是哦 从这个下周一的凌晨零点开始 搭机前呢 原本是要出示这个三天之内的筛检证明 但现在要缩短了 要前一天的筛检证明 好 而且不管呢 你是从哪里出发你的国籍是什么 不论是不是美国的公民哦 都必须要这样子做 好 然后呢 在法国也出现了首例了 是这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他呢 到了奈吉利亚回到法国之后 就确诊了 妻子也染疫 而在印度呢 也印度也沦陷了 印度出现了两例哦 而且这两例呢 他们也是打过疫苗的病例 都是男性 好 日本呢 也是连续两天出现了确诊 第一天呢 是在这个 他们宣布全面禁止 外国游客入境日本的时候呢 就确诊了 第一天是一名这个外交官 第二天呢 也出现了确诊 所以连续两天了 等于说呢 其实从美洲啦 亚洲啦 甚至哦 很多欧洲 不用说欧洲 很多国家也是 出现了很多确诊病例哦 那么这个 Omicron的病毒该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还是呼吁说 继续打疫苗 现行的疫苗 有没有用呢 专家还在积极的研究当中 但来看到 莫德纳士已经宣布了 他们要研发这个 Omicron的追加剂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新型的变种病毒变异株呢 他们会调整一下配方 最快最快明年三月呢 可以申请这个授权使用哦 好那么对于这个国内的专家怎么说呢 这个王仁贤医师就说啦 他说病毒呢 这个 呃 刀琴工业指数呢 今天收盘大涨了617点 摆脱了前两天狂跌 1100点的阴霾 道琴工业指数呢 中场涨幅高达了1.82% 大涨了617.75点 指数是收在34639.79点 标普500还有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同样收红 而这个道琴大涨的主因啊 是这个波音带头领涨 不过全球因为遇上了这个Omicron的疫情 还有联准会的政策 未来依旧呢 恐怕会成为影响美股的主要原因 现在根据以色列的研究啊 康复者感染Omicron的风险 是感染Delta的两倍 不过最近呢 第一剂啦 第二剂接种速度都趋缓 也让外界相当担心 所以为了要催高疫苗打气 政府严拟大卖场还有百货公司 随到随打增加疫苗覆盖率 包括了像是全联啦 加勒福等等的业者都表示愿意跟进 医护帮民众施打疫苗 但这里不是医院也不是诊所 而是在百货公司 为了提升接种率 屏東县政府一号起连 五天在百货公司设快打站 提供莫德纳疫苗随到随打 买完东西顺便来 截至一号第一剂疫苗覆盖率7成8 第二剂5成7 近期每天的接种人数呈现小幅度成长 增加速度缓慢 根据以色列研究感染Omicron的风险 是感染Delta的两倍 但75岁以上长者施打率依旧停滞不前 第一剂仍只有72.8% 第二剂则是65.6% 全联这边有谈 像类似流感疫苗接种的时候 每一年他们其实都有跟我们合作 指挥中心想要催打器 将与全联合作174个施打据点 目前仍在场刊中 业者回应将权力配合设置 详细讯息和整理细节待后续公布 除此之外也找了不立医院 国军医院等提供夜间接种服务 个人是认为应该换场地应该效益不大 如果你基本上能预约 其实在家里附近 其实能打得到疫苗 大陆免疫专家王华庆分析 老年人接种不管一针也好 两针也好 抗体下降的还是比较快 也是重症与死亡高风险足成 老年人需要加强免疫 但国内是否会用抽奖的方式 来鼓励民众施打 抽奖大概要登礼物 这样就不太好 台湾目前还有900多万剂疫苗可供施打 疫苗覆盖率冲高是防疫重点 专家们建议政府还是要多想办法 鼓励不打疫苗的民众尽快接种 记者吴俊伟 陈嘉仁台北采访报道